身为一个小留学生的我 在巴西听到了福音 让我从原本可能从事牙医工作 转到了猜传侍奉的这条路上 至今已经18年了 当初若不是跨文化猜传工作 或许现在的我只是一个平凡的牙医师 但感谢神的带领 让我能成为祂的门徒 为荣耀祂的名而继续服侍者 因此华府运动的精神 门徒导向的跨文化猜传 对我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回顾过去三次参加华府大会 最大的心得就是 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 让我们用门徒训练导向的方式 带领着同工们往跨文化猜传的方向前进 这成为我服饰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指标 第九届华府大会在陈世信牧师的带领下 这次庆典与诗歌敬拜的部分 我们将从传统诗歌到现代敬拜歌曲 融合各地区色彩 让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华人都能够一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透过多元化的节目内容 包含台湾传统特色及现代元素 希望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跨文化的一同 及看到门徒导向跨文化猜传的精神 第九届华府大会承接一贯的基础精神 在群色群力之下 相信是一个能够彰显上帝国度及基督荣耀的大会 让我们一起承接起这样的使命 一起改变为基督改变向基督吧 2016年8月我们台湾见